百家观赛团 杨明确认离队 球迷改变对其称呼 释放的信号 辽宁南篮要细品 网友热议一针见血地指出 随着杨明的续约失败 郭艾伦差不多也要走了 这就是竞技运动 这就是篮球 只是 这么洋帅 能比杨明更便宜吗 作为球迷 真心觉得民企不容易 从去年辽兰任命新总经理 就感觉资方不太想玩了 其实 钱不是问题 请一个外交至少三百万吧 怎么又有钱呢 郭艾伦心援一马 给杨明整得难受 张震林富豪两大特定公子关系户 难以驾驭 韩德军 李小旭年龄大老了 剩下的赵继伟 孤掌难明 从明尘不稳定 在夺冠难度太大 要走趁早还留点颜面 其实 换作我也走 没人是傻子 杨明的代言等商业收入 要分成给俱乐部 起码有150至200万 他的工资50万 相当免费打工还要交钱 换你愿意不 大家还记得郭世强指导吗 在辽宁队的遭遇不测下课吗 杨指导即是郭指导的球员球员时代 又是郭指导的手下教练时代 这关系不就明了 我觉得杨明离开辽宁也未必是坏事 如果能去其他球队证明自己的执教能力 会对个人价值有很大的提高 而不是被人说吃辽宁阵容的福利 辽宁队管理层可以说是一个 没有人情未挺绝情翻脸不认人的队 从张庆鹏 郭世强到杨明 以及这么多年来 多少功勋教练 多少功勋球员 富气出走 钱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带领辽宁队 对于杨明的压力太大了 前队友 新二代 蝉联冠军 加之周旗去广东 再次夺冠 难度太大 不能拿到高薪 那就见好就收吧 辽宁喜欢打情怀牌 前有周旗 后有杨明 现在年轻又天赋的球员 不愿去辽篮 被人挖走而远走他乡 都是有原因的 不过也是好事 总感觉乌格洛佩斯执教水平 比杨明高很多 而且会挖掘球员的潜力 比如严守旗刘彦宇 张震林 在乌格洛佩斯手下 打得如鱼得水放得开 在杨明手下就不会打球了 而且这次待遇确实有点低了 一人一成奉献了青春年华 留不住脚步 让人觉得有些遗憾 这样也好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的关注 创作路上感谢大家的陪伴 我会继续加油的 感谢大家的朋友